第四十五章 冥界石板 王许冲着魔鬼们大喊以示抗议 喂 这样也可以啊 他从决斗牌以外 莫名其妙的召唤东西到场上了 犯规了吧 结果文森特给了他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在上一个阶段的巡舰游戏中 我们就给出设定 只有通过某个世界的全部A级 或者单个S级关卡的人 才有机会进入最后决赛 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提示了 也就是说 单个的S级奖励 或者凑齐一套A级关卡奖励 都可以在最后的决斗中使用 猫爷这时候接的 胜背展示无敌 笑特效 护身符的消耗 护盾 护照 还有王冠的这王权宣判 无论哪一个 如果在这场决斗中使用出来 都可以发挥非常逆天的效果 只可惜 已经出现的三件S级道具 都在和宇宙机甲的缠斗中用尽了 也就是说 我们在游戏上个阶段里 攒下的老本已经好玩了 王许回头喊道 我去 居然用事不关己的轻松语系 你说出来了 你这个顾问泥妈的波的 你怎么当的啊 人家的本钱怎么还没用完呢 而且现在还拿出 非常恐怖的道具来了呀 说话间 李亚迪已做出了宣言 借由巡舰游戏 水世界A级关卡的全系列奖励 记着七件千年神器 我以组牌统领形式特殊召唤 鸣界石板 李亚迪身后的七件金色物笔 纷纷的化为了光束 逐一镶嵌到了场中央的巨大石板中 这石板上有七个形状各槽的凹槽 正好与这些千年神器相吻合 发动鸣界石板的第一效果 以千年钥匙开启黑暗游戏模式 李亚迪话音未落 时代广场上的上空已被一片黑暗所笼罩 石板上的千年钥匙却是星光芒大盛 两条金色的钥匙从石板的两面飞窜而出 分别投掷住了王许和李亚迪的左脚脚踝 紧接着两边的铁链皆是瞬间化为无形并淡去 文森特随手打了一个响指 那些扑散在决斗场外边的雪沙忽然发现发出了光芒 暗红色的光芒从地面亮起 使周围的能见度好了许多 只是营造出的气氛相当的阴森 李亚迪邪笑又起 从黑暗游戏开始的时刻起 双方玩家的精神力将与自己的IP点数同调 我的IP为百分之百 王许举起自己的战斗盘 瞄了一眼 用非常不爽的语气用道 我还剩四十五 他还说完 他说完这几个字 一阵极其痛苦的感觉 猛烈的袭来 刹那间给人一种从高空坠落般的错觉 连呼吸都变得非常困难 方向与距离感也全部的丧失 王许支撑不住 忽然单膝跪地干呕了一阵险些晕厥的过去 他竭力的保持住清醒 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摇摇欲坠的站了起来 就一个瞬间被扯走百分之五十五生命力的人来说 你的精神力还真让人刮目相看呀 王许狡辩道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只是有点贫血而已 我这两天来大衣服了 不行吗 猫爷立刻接了这么一句 疯子的精神力是无限的 喂 老猫你他妈到底帮谁打 两位待会再聊吧 李亚迪再次宣言道 发动明石石板的第二个效果 欲知未来 每回合我都可以查看对手组牌最后的上面的一张牌 王许组牌上最上方的卡片逐渐变得透明了起来 影像显示出了李亚迪的眼中 这也是一张怪兽系列的卡牌 熊爸爸 波波 李亚迪说 现在我结束这个回合 王许大笑道 你他妈震了半天 还不是什么都没结束吗 我以为那石板能把人压死呢 什么毛效果呀 我这回合还是得玩完吗 老子现在就把波波抽出来 怎么的吧 发动明石板的第三个效果 王许的脸瞬间就抽了 千年天正 可以让对方在抽牌阶段过后 将组牌中一半的卡片丢入墓地 你说什么 王许瞪大了眼睛 那你 我的一半手牌 李亚迪耸了耸肩道 游戏宣言可是无法编造的 王许只能乖乖抽出一半的卡 把这十几张还没见过光的 统统丢进了墓地 不过刚做完这个动作 他就冷笑着 哼 那么 所有进入墓地的小熊系列怪兽 可以在这一瞬间发动特殊效果了 发动明石板的第四个效果 千年积木 囚禁那些灵魂 王许只看见石板上的千年积木上 展开了一道扇形的金光 又站在了自己决斗盘上 然后 他墓地里所有的怪兽 都以灵魂的样子飘到了场上 被封印在了千年积木之中 王许吼叫道 你骂了个波的 你有完没完啊 李亚迪得意的回道 哼 你说呢 王许真是极其的不爽啊 本来他可以依靠悲惨的生还 一下子召唤特殊的一群怪兽上场 可现在自己的牌算是白丢了 不过转念一想 情况没变 自己的手牌有波波 场上还有屠龙剑士 依然能够实现逆转的 当进入我的回合 哈勃望远镜的效果便再次启动 屠龙剑士随着时光飞逝进化 宣言完成 屠龙剑士整体化完了白光 轮廓逐渐的改变 当光芒散去以后 一个身着黑色战甲 英勇无比的长发战士 站在了场上 疯狂思维破坏力最强的存在 浴血龙血的无敌战士 天取星 双头龙神斗士 降临 李亚迪啊 敬畏王许鼓起掌来 哼 好 非常的好 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发动冥界石板的第五个效果 以千年心掌获得对方某一只怪兽的控制权 我选择的当然就是这只最终的战士了 王许张大了嘴巴 下巴像脱臼的一样 他回过头看着文森特 喂 用那种道具其实是犯规的吧 啊 你现在承认的话 我是不会建议的 武迪在旁边抢着说 你如果感到绝望 可以认输 是啊 王许 我也建议你认输 否则 下一回合 你就将承受这游戏最强攻击力带来的冲击 精神冲击 就算没有立刻脑死亡 恐怕也会因为脑损伤变成个傻子 李亚迪越发的得意起来 猫爷平静的说道 他本来就是个傻子 你压得少废话 王许鹤头 他转过身对着李亚迪说 认输 真正的决斗 真正的决斗者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哦 是吗 那么快点继续你的回合 然后嘛 去死吧 王许咽了看口水 召唤熊爸爸波波上场 并发动其特效 从卡牌特殊召唤出小熊 他儿子 小波波 只见两只浅咖啡色的小熊出现在了场上 熊爸爸波波穿着棕色的睡袍 手提着烟袋 而小熊则穿着个婴儿尿布 头戴一顶彩色的小圆帽 王许顿了一下 挟视着李亚迪问道 你还有什么特殊效果要发动吗 李亚迪笑了 总算是被我打的呢 有点烦了是吧 反正我是赢定了 就特别优待你一下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冥界石板的另外两个效果 千年智慧轮能够决定决斗中一切概率性世界的结束 比如猜硬币 头骰子 魔法帽子等等 而千年眼能够看到对手的所有盖牌 手牌以及一切游戏进程中触发出的隐藏卡片效果 所以我现在暂时没有发动特效效果的条件 你可以继续了 王许表情出现了惊人的冷静 发动特殊效果 当大波波和小波波同时在场时 借用于牺牲掉小波波 并且让大波波被游戏除外 可以立刻将手牌补充到上线 李亚迪心说 他果然发动了这个效果 这家伙的运气确实好 刚才从组牌扔了那么多的牌 其中正好没有小波波 王许将手牌抽到了第六章 瞬间有了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 不过李亚迪的话 又如一盘冷水般浇了下来 由于冥界石板的效果 小波波被封印到千年积木中 无法与悲惨的生还再次回到你的场上 至于你拿在手上的手牌 不好意思 由于千年演的效果 我全部得看一下 王许知道 以李亚迪的能力 看完自己的手牌以后 可不只是背得出效果那么简单 恐怕能够把自己出牌的顺序 组合战术 演练个十几种出来 并且还分个优胜略胎 排排名次什么的 王许问道 我会怎么出牌 你应该知道了吧 李亚迪看着那地里有六张手牌 能够让你活过一下 下一回合出牌方式 只有一种 相信你也看得出来 王许说 要死不死的家伙 用了那种下流道具以后 让这局都更无聊了 他顺手盖上了三张牌 盖牌三张 回合结束 第四十六张 命悬一线 李亚迪抽了一张牌 看了一眼 便直接召唤上场 我以证明效果 召唤怪兽 突击步兵 立刻发动特殊效果 物资侵占 场上一个穿着军装 端着个冲锋枪的老兵 瞄准了王许本人 由于物资占据的效果 玩家从牌组中丢弃与手牌数量相同的牌 进入墓地 王许听完先言 也不多说 把组牌最上边的三张牌 丢进了决凳场的墓地 与此同时 我的千年寂寞 再次将这些卡牌中的怪兽卡 灵魂囚禁起来 李亚迪说着 又有两个虚拟影像 飞入了明石石板中 步兵突击 对王许发动直接攻击 王许应道 发动陷阱卡 回合跳跃 在这一刻 是为双方各自经历了一个回合 随着陷阱卡的发动 李亚迪场上突击步兵 瞬间化为了一具 穿着军装的枯骨 倒在了地上 王许说 被召唤场的那个回合 怪兽不受哈勃望远镜影响 不过 回合推荐一下 像那种怪兽 就无法接受时间的摧残了吧 李亚迪道 无妨 既然你用了回合跳跃 那我们双方 还都可以抽出一张牌 另外吗 既然你我都跳了一个回合 但你有哈勃望远镜的永久效果 我也有明石石板的永久效果 王许也抽出一张牌来 哼 又要用那个了吗 李亚迪说 是你自己太蠢了 要知道 回合过的越多 你就离胜利越远 千年天秤 再次让你丢弃组牌 一半的怕 王许那已经所剩无几的组牌 又被丢掉了几张 现在张数只有个位数 另外 依靠千年首饰 我依然可以看到你的下一张牌是什么 哦 差点忘了 回合跳跃后 我仍然被视为处于战斗阶段 我在这个瞬间 从手牌发动刚才抽到的速攻魔法 情报偷取 其效果为 强制发动对方所有的 理策表示的陷阱卡 并将永久的陷阱卡破坏 王许场上的哈勃望远镜 在此时被破坏 而他的三张盖牌中 一下子被强制发动了两张 古牢和木乃伊石关 李亚迪说 古牢可以在玩家遭受直接攻击时 以牺牲两回合战斗阶段为条件 将玩家受到伤害降为零 现在我并没有攻击你 所以抵消伤害的效果被浪费 你白白损失了两个战斗阶段 木乃伊石关 则可以从乙方目的里挑选一只怪兽 将其转换为浮尸复活上场 上场的怪兽被视为特殊召唤 无法作为祭品使用 被召唤的回合无法攻击 很可惜 你的目的里没有半只怪兽 所以这张卡因为无法满足发动条件 而被破坏 王许看着李亚迪 哎 傻逼 你闹腾完了吗 哎 你的战斗阶段还真长啊 该发动你就直接发动了呗 你磨叽你妈了个不二你 李亚迪说的 怎么着 怎么还有一张通用卡 可以保命就有之五孔吗 你的怪兽组合 这玩家发动直接攻击 九天游龙拳 王许无奈的引发了最后一张盖牌 发动通用卡 丢盔卸甲 我舍弃所有手牌 强制结束对方的回合 他说着就把手上的四张牌 全部扔进了墓地 李亚迪说 哎 终究还是用光了所有的卡 才撑住 你的下一张牌 我已经知道了 是怪兽卡 街头五者 那么快抽吧 王许抽完了卡 李亚迪又说 那么请你再从卡牌里 扔掉一半的卡进入墓地 好吧 你现在是准备把怪兽召唤上来 然后被千年七丈 转化为我的仆人 还是准备就这样拿在手上等死呢 王许说 我召唤街头五者上场 一秒后 一个专穿着宽大T恤和戚风裤的潮人 出现在了场上 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 千年七丈控制他的意识 让他成为我的仆人 随着李亚迪的转言 王许场上再次空无一物 王许 我知道 你是想利用街头五者的特殊效果 冷清的街道来获取手牌 但出牌对你可没有任何好处 你在这一回合和下一回合都无法进入战斗状态 组牌也已经没有见底了 即使我不发动攻击 你也会在几回合之内 因为牌组清零而失败的 哦 等等 我明白了 这就是你的打算 不惜一切代价 让自己不受直接攻击是吗 你想让组牌消耗而尽 输掉 那样就不必承受黑暗游戏 带给精神上的伤害了吗 哈哈 原来如此啊 我不得不说 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明智的策略 从刚才开始 你一直用这种不温不火的态度 原来是暗中盘算着这种事啊 哼 真是可笑的人 直接投降拉不下面子 所以才用这种方式吧 是可而止吧 不要再自欺其辱了 猫也打断了李亚迪那无尽挑衅的态度 你说什么 你已经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猫也用标志性的颓废神情回了一句 哼 到了这种时候 还有 还有全名吗 好好看看场上吧 一直不发一言的艾伦 我们这时候也忍不住的说道 王许能不能活过下又回合 还得看运气 和我们的脸色 你难道想说 事到如今 你们还能赢 应该说 我们已经赢了 猫也说 李亚迪 你的头脑确实不错 不过 智商并不代表一切 也许你可以通过过目不忘 可以拥有计算机一般的分析速度 但你的智慧和决心 却远远比不过王许 李亚迪咆哮道 你们这帮庸才 失败者 有什么资格对我讲这种话 庸才 我已经看到了王许的圣机 而你的双眼 却还被蒙蔽着 谁才是庸才啊 他的话充满了自信 不像是单纯的胡说或者挑衅 更不像是疯言疯语 李亚迪动摇了 可是眼前的一切 没有一样能让他推算出自己失败的可能 胡说八道 我不相信 快点去继续战斗 我下一回合 就会让你死 王许冷哼道 哼 虽然街头舞者离开了我的场上 但其特殊效果因此发动 冷静的街道 当街头舞者以任何形式离开我方场上时 可因为从主牌抽到两张牌 我将这两张牌通用卡盖到场上 结束我的回合 在这一刹那 李亚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千年眼显示 这两张牌确实是实用卡 可王许是看不到自己组牌里有什么牌的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很奇怪吗 王许看着李亚迪说 我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的决斗盘里一共还剩下四张牌 全部都是通用卡 无论抽到哪两张 我都会全部盖上场 你怎么会知道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每次将卡砌入墓地 我都可以看见气掉的是什么 这是我自己组的组牌 还剩下点什么 我当然知道 你原来你能记下所有的卡 你一直是在装傻吗 王许回道 我以前做过几次暗装 在玩二十一点的时候 我可以坐在那里慢慢的算六副牌 然后又使冤大头入套 这点本事和你 却或者猫也是没法比的 你们可以记下千张牌 每和每张的效果 过目不忘 而我呢 只能在短时间内记个几百张吧 不过呢 组牌这东西最少四十 最多八十 这种数量记一下也不奇怪吧 李亚迪很快也冷静了下来 没错 说破了确实不奇怪 他也能做到 事实上 现在他自己牌组里还剩下的几十张牌 他都知道 只是不清楚下一张是什么罢了 王许接着说 从你的表情看来呢 这两张牌又可以使我撑过一个回合了 不是吗 李亚迪抽牌 抽掉了一张 愤然道 街头舞者对王许进行直接攻击 王许也相应的做出了宣言 发动仙斗罐子 关联效果为全场怪兽 街头舞者从嘻哈帅哥 顺势成了一个体型 憨厚型的大胖子 瘫坐在地上 战斗站不起来了 王许笑道 看来他变成只能用来防御的怪兽了 那又怎么样 经过一次 哈摩尔望远镜的进化 已经变 免疫 变化效果了 至于冥界石板 根本不会因为时间流逝改变 更加不是那种 可以进食先斗的怪兽 你还是得发动 场上最后一张卡片 那我就发动他好了 通用卡 海洋球 关联效果为玩家 这张卡可以使怪兽发动的攻击偏 偏离 消弱其威力 这下可热闹了 王许本来就站在白色的古牢里 现在这里边又充满了多彩的海洋球 把王许腰部以下都埋了进去 李亚迪的双眼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就算LP值不减光 你的精神也未必能承受 直接攻击玩家 九天游龙拳 哇咔 王许见神斗士 神斗士大哥迎面袭来 立刻做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回避动作 他钻到海洋球里去了 到底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大伙要听的话 咱们就接着讲 不听咱们就明天讲 感谢你们的收听 休息两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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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